知不知道貨幣的英文是什麼? Currency 今次這宗愚蠢得爆的新聞 不僅與Currency有關 還與強國人民生活造勢態度有關 話說在1月23日 一位合肥市的早餐攤販曉娟 拿著一大袋辛辛苦苦賺回來的零錢 打算傳入銀行 這袋錢其中有不少是1999年前發行的91元銀 誰知被櫃台職員誤以為是假幣 一邊點數一邊報警 最後銀行解釋純粹一場誤會 怪都只是怪過櫃台員太過年輕 經驗不足大驚小怪 一定不射射龜 在這個亂口櫃員印象之中 1元銀的側面應該是有RMB 縮寫的 見到那麼多不一樣的銀仔 就即時放到失晒神 趕快報警 搞到老實攤販被人誤會 唯有說一句Sorry 這位小娟在被誤會洗假銀之前 已經多次被銀行擬 不是很方便傳入戶口 這個那麼好的理由 很軟轉地拒絕了 但他並沒有氣餒 終於找到一間有 青點零錢散銀服務的銀行 以為這次搞定了 可以吃碗麵 誰知又被一個無知的貴員誤會他洗假銀 這位小娟都很好人士 被人誤會了都還說 傳到錢沒有事就好 只不過原來這宗不是個別事件來加 事後很多從事零售的相反都表示 有相同的經歷 警察到場辦案 他也有出聲 一蚊雞這麼大把都有假的? 這麼免費做什麼 對了,究竟應該怎麼分 真假、隱吻B、銀仔價呢? 你知來有用嗎? 那算了,又說這宗和人民生活做事態度有關 到底是什麼關係? 貨幣就叫 currency 強國人做事就真的是 currency 即是怎樣? 扣難期